光盘行动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春节期间 许多餐饮商家自觉行动起来 通过一个个小妙招 减少餐饮浪费 倡导勤俭节约 在沈阳的一家餐饮服务连锁企业 店家通过N-1的点餐方式倡导节约 以前的客人更喜欢N-1的形式 就是五位客人点六个菜 是生怕不够吃 然后客人请客没面子 现在我们更提倡是N-1的形式 五位客人斩点四个菜 为了让顾客不浪费 还能吃得好 店家也有办法 在点菜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客人想多吃两道菜 我们就会提示客人 咱家有小份菜或者半份菜 除此之外 店家还设置了文明用餐劝导员 提醒消费者打包 对于不浪费食物的 还通过送礼物的方式表达敬意 店家特别的用心 不管是那个从就是我们点菜上啊 就是都是既然既吃好了 而且还没浪费 光排行动的事吧 不是说得光用嘴上说的 是用实际行动上体现出来了 不管是以后是到哪个店里边去用餐 我们都是跟今天一样 就是勤俭就要不浪费 贴心的点餐方式 不但让客人感觉到暖心 减少了浪费 也让店家赢得的声誉 赢得了市场